我们在前面两集 已经透过线性组合跟价权平均的方式 来跟分点公司有更亲密的关系 更认识对方了 那么我们今天再来看 在T型里面如果有一条平行线 它平行上底跟下底 在这一侧2比3 那其实左侧也是2比3 那这个时候EF的长度 其实就是上底乘这个3 跟下底乘这个2 除以2加3 眼尖的同学应该就发现 这不就是分点公司吗 是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国中我们会怎么证明这件事情呢 我们可以做一条平行线 平行AD 平行AD之后呢 如果AB我们叫上底 那这是平行四边形 所以它的对边相等 然后CD叫下底 所以这一段 我们把它叫Q跟P CD是下底 所以CQ是下减上 那这个时候来复习项 我都会问学生 PF是几倍的CQ 这边比这边2比3 这两个相似三角形的边长比 其实是2比5 所以PF 是5分之2倍的CQ 那在这里补充一件事情 就是我交到所有的学生 我都会提醒他们 在国中的时候就是 要慢慢的把比的概念 转换到倍的概念 也就是说我们知道A比B 是3比5的话 那A是B的几倍 说345的几倍 345的5分之3倍 把自己除掉成对方 这样 5是3的3分之5倍 那为什么我要讲说 要把比的概念 转换成倍的概念呢 因为这样才比较方便列式 因为我需要列一个多项式 一个方程式的时候 这个比那个是几比几的这件事情 很难写进这个式子里 变成你要在外面想 然后要计算 你A比B是2比3 然后什么 外向乘外向等于内向乘内向 所以3A等于2B 所以A是3分之2B 那你在外面算这件事情 不是说花的时间多而已 而是因为他的计算步骤 又多了两三步的话 很多学生他可能就 也没有真的去做了 他就会卡在那边 也就是说 他其实有抓到 A比B是2比3 可是他后面不知道要写什么 那这就是因为 他没有那个很快速的连结 A比B是2比3 A是B的三分之二倍 这样 那所以慢慢的就要求学生 要提醒自己 把看到比例 就要要求自己 把它转成倍的方式来去想 可以加速你的计算 那我们接着做 所以EF呢 就会是上加上 这个5呢 我们把它还原一下写2加3 然后两倍的下减上 所以他我们来这里加一下 2乘进来 所以2会乘到下又会乘负上 所以是2下减2上 然后这一个上 把它搬到分子上的话呢 它其实会乘分母 所以上会乘到2加3 所以是2上 还有加3上 这样子 那这样子一来呢 你就会发现这个2上跟负2上消掉 所以最后留下来的是 3上加2下 这样有看懂吗 那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 就是说虽然它长得像分解公司 但是那又如何 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呢 那就是说我们 其实刚才的证明 就是整个分点公式的 我们在数线上证明的过程 如果你 就是前前一集 有点 按暂停来看的话 你就会发现 这个K点是 A点加上 这一段的 M加N分之M倍 所以它是A加M加N分之M倍的B-A 那这里在乘起来的时候 有的学生看了好久 他不懂为什么这个变这样子 其实就是说M乘B-A 所以变MB-MA 然后A送上去分子的时候 变成是N加M给A 所以是AM加N 加AN 那这里的AM跟这里的-AM就消掉了 就留下这个 那这整个 所以说它 这件事情 它不只是公式 像分点公式 它其实整个证明的过程 都跟分点公式是一模一样的 它就是分点公式本身 只是换了一个不同的装扮而已 那也就以至于 我们刚刚讲说为什么要介绍它 两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我们可以在推论这个数线上等分点 延伸到平面坐标中的等分点的时候 假如我们现在有两个点 这个点是比如说AB 这个点比如说是-E 可以吗 那他们中间有一个等分点 这个等分点是M比N 比例M比N 那等分点的坐标怎么求呢 我们有两种不同的方式来去思考这个问题 我们用X跟Y X先用其中的一种 就是说你的这个点 投影到X轴就是假 对不对 你这一点投影到X轴的这个位置就是A 那你这一点 不知道 可是我知道怎么样 根据刚才有没有T型 对不对 平行上底跟下底 这里M比N 这里也会M比N 所以这个点是什么 这个点就是MA加N加除以 M加N 也就是 这个点的X坐标 就是拿这两点的X坐标做分点公式 那Y坐标呢 一个方式是跟刚才一样 我投影到Y轴上 对不对 那它会得到 它的Y坐标也是他们两个Y坐标的分点公式 那我们在这里还可以用第二种方式来去证明它 我们看我们现在有一个T型 你这里投影下来是假 对不对 事实上这一条线的长度本身 这个长度本身就是 对不对 这个长度本身就是它的Y坐标 这个长度本身就是这一点的Y坐标B 那这样子这一条线呢 多长呢 就是它的Y坐标嘛 那长度就是 乙乘N加B乘M 所以我们也可以从这里来去得到 所以平面坐标中的等分点 它的坐标就是把X跟Y分别用分点公式来去取得 所以这一题 来 如果你会的话按个暂停做一下 那我们等下解很快 所以这一点就是怎么样 我们刚刚讲X跟Y分别做分点公式 它的X的部分是4乘2加3乘9除以3加4 所以是8加27 35除以7是5 它的Y坐标是4乘以3加3乘以17 除以3加4 也就是12加51 这样是63除以7是9 这样你有做对吗 因为它是AB线段上 所以这个点一定在里面 它如果出AB直线 你就要去考虑它有可能在外面 那如果可能在外面 它离B点比较远的话 会在这一侧 好那我们今天这堂课呢 就是透过这个T型的平行线的公式 去看分点公式 从那侧面认识它 顺便看速线上的推导 以及平面坐标上的推导 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我们还可以再跟分点公式相遇一次 我们的缘分就差不多这样子了 那期待跟它再相遇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